這張是刺客山 花蓮的金正山 這個是民國84年去拍的 那這張照片我在花蓮稅間處曾經舉辦過底片徵選 那這張是被徵選去的 底片被徵選 那這張是2萬塊錢 就徵選底片這樣2萬塊錢 那後來我自己還在拍 這一張是已經被徵選了 後來再拍 比這個還更好 是4X5的大底片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下面的技術資料說明 也可以拉下來 也是用Vista Slider的鏡頭 這150mm F5.6的那一支鏡頭來拍的 F一樣是22 但是這個是T1是8分之1秒 有加PL PL就是偏光鏡 有偏光鏡 所以藍天偏光鏡 那這張是屬於金屬橡子 金屬橡子 那這張相片是我自己沖洗 我自己有彩色暗簧 自己沖洗 金屬橡子 金屬橡子跟那個半光的橡子有什麼不同 半光橡子是比較新式的 現在新的 專門給數位輸出用的 所以這個是數位輸出的嗎 對 這張是數位輸出的 這個是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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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做光學 傳統光系放映 那這張相片是我們自己重新廣大 那當初是想要表現什麼 因為是表現我們金針山的 它的美嘛 它的丘陵啊 它的山陰啊 前面這個是曬金針的 那個時候上面還有金針花嗎 還有金針花 它天天 你看那邊有人在摘嘛 它金針開出來的時候 它還沒有開 不能開就要摘了 開了花就不能用了 就不能用了 比方說明天要開 那今天就要把它摘下來 那一旦開了以後 它就不好儲存了 它要經過以前 是要經過曬的程序 然後先泡過藥水 然後再曬 那如果開過的話 那個曬那個程序 它就會破裂 碎掉了 那不好保存 所以他們要看得出來 什麼時候要產 那個叫做一字花 一字花 就是一天 就是開花的前一天 就要摘了 開花的前兩天叫做二字花 開花的前三天 前三天就是三字花 那通常要生吃的話 我們要炒菜吃 那是二字花三字花 那一字花是採下來要曬的 二字三字才能吃 不是 就當天要現炒 現炒的話要二字花給你吃 二字三字花 那比較小 比較小 曬的話就是一字花 一字花 好 那接下來 撐全然 快點 趕快